1克的温水里面加入3克的酵母粉 1勺白糖出进酵母发酵 要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融化 300克面粉加入2克的盐增加面的精心 用酵母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成这种粘稠乌克力的面糊 盖上保鲜膜 密封醒发至两倍的 接下来我们准备1个西葫芦和3个鸡蛋 西葫芦擦成细丝 加入一勺盐腌制2分钟 管里面打入3克鸡蛋 用筷子搅拌 锅中倒油 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给它炒成鸡蛋碎 盛出放凉 西葫芦腦腌好之后用手挤出水水 准备一块粉丝 用开水烫软 泡好的粉丝切碎 和西葫芦肉放在一起 再倒入放凉的鸡蛋 一把虾皮 炒加一点盐 胡椒粉 蚝油 香油 搅拌均匀 面团已经翻炸好了 面板上多撒一点干面粉防干 利用干面粉把面团整理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向里翻转整理成长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取一个面剂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薄 擀好之后放上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收口 然后再按扁 这样我们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电饼趁热烧油 放入生胚 用手轻轻按压 表面刷一层凉油锁住水分 烙子底部边身后翻面 烙子扁肥鼓起 按压快速回弹 酸饼已经熟了 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到早餐 翻面饼非常的柔软 放凉了也不会硬 皮薄馅多 而且里面的馅儿让鲜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家常 有空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